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手指嘟了嘟 然后我说我这个病例上给我写的是三种病 我说你能不能帮我重新检测一下 因为我的肠蠕动现在有问题 然后他就说 我们现在已经停止了对肛门的内窥症检查的 这个给病人做这个内窥的肛门的检查 这一项检查是因为疫情的问题 我们全部停止了 粪便也可以产生传染 他这么说这么解释给我听 我说我现在难受 你说怎么办 然后就帮我开了点药 我今天跟你录着视频的目的就是报个平安吧 因为我现在24小时被攻击 在这个奎重村合同奎楼的1502市 昨天那个房屋又来打电话骚扰我 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可能是我 因为我的手机号码绑不上我的交费通知 我老是忘了 你知不知道 老是忘了 到今天才发现 迟交了几天房租 所以他打电话来骚扰我了 然后我今天就给交上去了 因为他每个月没有通知我 我也不知道啊 你知不知道 交的费用太多了 因为香港的死费太多了 所以说我就给交了 就是房屋署也来骚扰我 以前是我找他呀 以前是我关于跟李李叶志这件事 没整完之前 整完之后我找他 人家都不见我 现在是他主动来找我麻烦 找我事 就拼命的攻击我 而且我今天我的手机也出现了问题 我所有的谷歌账号密码全部被人篡改 登也登不进去 我的谷歌账号永远都是 这是一个不存在的邮箱 更加输不进去密码了 就是老是这样 老是这样 你都没办法 电话一点 一会儿失灵 一会儿失灵 一会儿声音就没有了 刚才我鼓动了半天呢 有没有两个小时啊 把那个 买电话的那个 维修的那些东西都拿出来 看咱俩研究 你说我跟你认识了这四年多 我坏了几部电话 被偷了几部电话 你心里有数吧 对吧 完了 你听我说啊 这是第一啊 我今天这个摩托罗拉这个电话呢 又出现了声音的问题 就是有一个网络犯罪分子 而且应该是有政府背景的 我估计一般的那个贼没有这么大胆啊 在这不停的搞 你不停的搞 你而且篡改你的邮箱 我之前的Facebook也是无端端的帐号没有了 我在2008年的时候 就这个 我很少用社交软件 因为我以前连智能手机都没有 买了智能电话 用了这些社交软件之后 反而那个什么都用不了 我也不是反革命分子 我也不是反党 反革命 反共 我也不是 我不懂政治啊 他为什么停用我的号 我不太清楚啊 今天又发生了 又搞我的手机 我的手机突然间就没有声音了 怎么搞啊也不行 恢复原厂设置也不行 就刚才突然间又好了 就五弄的我满头汗 这个凶手就这么样折磨我 就这么样折磨我 还有前两天我女儿也开了两张信用卡 就在家里就说丢了 就说丢了 完了又补回一张 咱就不清楚怎么回事 咱就不清楚怎么回事 完了 我前两天也有人打电话 推销信用卡给我 那我就要了一张 要了一张 发了个短信 说如果你在香港这个地址就是这个地址呢 就是三到五天 如果你要不在香港 地址就是两个星期才能收到 他就是这种二一性的短信发给我 因为咱是受迫害人士啊 听到这种短信 摸铃两口的短信咱就有点不相信了 再加上手机经常出现问题 因为我们不用电脑啊 我家的那个电脑都是小孩子用 我也不用 我就用手机 所以说呢 他就很容易攻击到我的手机 就没完没了的折腾你 24小时拼命的整我小肚子 再讲回医院的事儿 医院的事儿呢 我去看了那个 那个就上一次抓我去那个 马加列医院 说我是武汉肺炎那一家 又被放出来了 就是那家所属的立足路77号 你知道吗 然后啊 他说拒绝帮我检查肛门的一些使用仪器电子设备的那些检查 我说我的肠胃啊 医生建议我做个肠镜 看看那个肠子是不是出现问题 你老是产生蠕动 而且排便困难 而且肥胖的又这么快 而且都是整年整年的这样 而且你那个肠精卵不是一天两天 我说这是大陆的医生说的 我说我需要做一下 有必要做一个肠镜检查 然后他听我这么说呢 他就给我转接了一下 至于肛门他不管 肛门我做手术他不管 他说这个仪器坏了 没说仪器坏了 就是现在停止了这个检查 反而肠镜他给检查 肛门他不管 就肛门你在哪做手术我们不负责任 你也没办法 他拿疫情来说事 就是说疫情不能检查这个 他那个肛门内窥镜和肠的内窥镜 做的手法都是一样的 你知不知道 就是把一个东西插进肛门里 他手指头都能插进去 你说东西插进肛门里 他还不用手指头 在电脑上看 并不是说让他拭目去看我的 闻我那个臭屁股眼子 不是这样的 他就说停止了 就是拒绝帮我治病 看病到底怎么回事 然后这个肠镜他给我开了 没办法给我开了 我特别要求 而且我也说尊医主也是这样说的 然后他就帮我开了 开了约在明年的十月份 约在明年的十月份 我说这一段时间我不排便 或者难受你给我开的药 那这一次他给我开了点药 给我开了一些足量的药吧 可以这么说啊 比以前大会点 给我开了足量的药 什么喝的水啊 塞的药啊 然后在做肠镜之前呢 就是他帮你把所有的药开完之后呢 他要给你看一个小视频 让你看看做这个肠镜有什么危险性 首先呢 他是三高的人呢 可能有长穿孔啊 或者这样那样的情况啊 这种情况出现的比率是较低的 因为你也不是什么三高的人群 只是把这个利语弊讲给你听 为什么会患肛肠科的这些疾病的 有几类人群 我就注意到了其中一类人群 是被辐射人士 你知道吗 就是说他有几类有几类人群 但其中有一类就是被辐射人士 就容易被辐射的人群 不知道是什么辐射 总之是辐射了 被辐射的人群就会容易得肛肠疾病的原因 也就会有这些病症 我说你这个小视频我看了一遍 我能不能在网上直接再看多一次 记一下 他说没得看只能在我们医院看 那你算了 我就把这个消息跟你说一下 因为我每天都承受着辐射 你也知道的吧 对吧 所以说呢 所以说呢 我看完了之后 我也了解到 我这个辐射都没停止过 你记不记得郭文贵以前说 马云得肛门癌肛门癌 马云能得肛门癌 就是为什么呢 就是说马云在挣这么大巨额的钱的同时呢 也有这个东西在侵蚀他的身体 或者是他的家人 他所谓的肛门癌 也就是被这种武器攻击的 知道吗 就是说他现在拼命的辐射我小视频里 医院的政府医院的小视频里 说有一类人群呢 就是这样被辐射的攻击出来的病 你知道我天天24小时这么被攻击 是个正常人身体都受不了的 就这么过程 我报个平安 因为他现在是拒绝给我看病 我需要的他也不给我看 因为他 这个 我在香港是没得做这个手术的 而且他 他那个 当时什么情况 我想你也清楚 给我攻击的什么情况 你也清楚是吧 我今天晚上也是攻击到我脚发麻 手机又被 又被入侵 账号又被篡改密码 就是你要不停的篡改密码 连这个账号 邮箱都没有 就是不停的搞你 搞你你头昏眼账的整天 我小孩子一睡睡一天呢 人家小孩子都在外边周围跑啊 呼吸呼吸空气啊 周围走一走啊 和一个两个小伙伴走一走啊 他在家里躺着 就是昏迷睡觉 你说这样的小孩子多可怜 我的邻居啊 离了婚之后啊 新的男主人都来了 工作也在教育局上班 工作也换了 换在教育局的吃长粮工 新的男主人又来了 离着婚 新的男主人又来了 跟小平文一样大的 一个小孩子 结婚大肚子 生孩子 离开公屋了 你看看 都生龙活虎啊 你看我娘俩过的什么日子啊 拼命攻击 他们把所有的这些人呢 全部都就是 给封口了 买断了 拿钱砸死 你敢说真话吗 知道吗 就拼命来害我 这就是一向 这就是 就像那个 拖了缰绳的马一样 不停的跑 不停的在这个路上跑啊 没完没了的害人啊 你知道吗 这医生啊 就是很串的那样子 我就 把我的病症讲给他听 我说就像那个 小腿抽筋的感觉 比如说你小腿抽筋 你知道什么感觉吗 我说 精卵你听不懂 我说精卵他听不懂 听不懂 广东话我不会说 广东话精卵是怎么说 我真的不会说 难道我说打疹呢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我的肚子的情况 他说 那个医生说 你别说我小腿 那个 那个发抖 你别说我小腿抽筋 我小腿没抽筋 我说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就形容给你听 我肚子的感受 他听也不听 而且我说 我什么时候来就诊 什么时候来的 他不耐烦 看不到 怎么怎么样的 一会又说 我要点开才能看到 就是很不耐烦的 不愿意听 就是我肛门这一块 他就给 给 pass 着了 pass 掉了 我就说 那你给我看看 肠子到底怎么了 他就给我排到 北大雨山 明年的十月份 有的看 他说 你也可以花一万多块钱 去看私家 去看私家 我说我要花一万块钱 去看私家 我就不来找你了 对吧 我说我就不来找你了 你他妈的一个月 在这好几万 你当然看得起私家了 而且你医管局的 你看 你嘎肠子 嘎猪肚子 都是免费的 你挖心挖肝 都是免费的 我们是要钱的 对吧 他建议我去私家 然后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就是说想推卸责任 那么我 我听了之前 那个 那个臭流氓郭文贵说什么 说说说 马云肛门癌 这个这个那个 我估计 我高度怀疑 就是这种武器攻击的 而且他上面说的很清楚 被辐射人群 容易患这种病 他所谓的说 什么辐射的 他就没说 你知道吧 就是每个人在做之前呢 他必须给你看一段视频 会怎么样去做这个手术 就是香港就是这一点 挺完善的 不是医生嘴巴说 他们都是用那个电视频啊 iPad给你看 他没有功夫 每天给你去讲解 就是香港的医生是很轻松的 就是说服务态度来说呢 香港的医生是比较差的 你知道吗 就是香港呢 我看的这些医院 就属于大陆的三甲医院 大陆的人民医院 你明白吗 就是说你如果去人民医院就诊呢 那个普遍来说啊 医生的服务态度都相对比较好 就咱们医保 那就算了吧 就是说咱自费 那自不自费的你去了医院 他相对的态度是比较 和蔼可亲的 但是香港不是 香港全是那个什么 用手写 就是用那个 咱大陆也是手写 但是香港也是手写 有一些东西啊 他解释一遍了 他不会再重复第二遍 有些长篇大论的让你看视频 就是说他就这个 就这态度就像做生意一样 你爱记不买不买 我就这一份 你别记不乱扒了我东西 扒了我东西我丢他来 我骂你 我屌你 他们不管是卖东西的 还是医务人员 全是记不这个态度 你知道吗 狂的要命 我都不知道他们 我都不知道他们 那种狂那种心态是从哪里来的 他们可能觉得他们这份功 永做不休 有的是工作 他们有的是钱 转月月都有良出 晚晚有饭吃 年年有逼操 而且年年被操 他们不在乎 香港700多万人 年年被操 年年挨操 他们不在乎 所以说他们屌 就是这么屌 也许是我的偏见吧 因为我受迫害人士 被中国共产党迫害我 所以每个人都能捏把我一把 你知道吗 我跟你说啊 我跟你说几年 第一年 对你发动网络攻击 和使用电子封射的 就是警察 就是警察 他们的这种 这种入室道歉 使用网络手段 入侵你的手机 电脑和各种设备 进行捣乱 迫害这种行为 这是他们的一种犯罪之业 你问他们为什么 他没有什么为什么 比如说他入侵你的手机 他就是为了入侵你的手机 而入侵你的手机 而你作为受害人 你不知道原因所在 你就会想他为什么入侵我的手机 是什么原因 你就会想的比较复杂 比较多 实际上非常简单 他没有什么为什么 他就是用这种方法的入侵 而已 他就是搞破坏 就是搞盗窃 搞诈骗 就是处于电信 诈骗 刑凶杀人的犯罪等我 我估计我的迫害应该是 你说 是什么 他说 我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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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是囚禁 妥害 灾当 陷害 虐待 歧视 他们这样的黑五类的二十一种人都给你登录到黑名单里去 那么你在这和政府服务部门 包括银行 医院 学校 去求职 就业 各个方面都受到歧视性的待遇和打压 所以那些医生对你的态度为什么是抱着这个异样的服务态度 就是因为他这种政治原因造成的 后面有人在监视他们 第三点 你作为这个被政府迫害的对象 灾当陷害的对象 监视居住的对象 打压了对象 不仅受到电磁辐射打压 而且有一匹寄生虫寄生在你的身边 因为他这些人对你进行监视 灾当陷害 窃清 诬告 这些人就是你周围的邻居 就是你周围的邻居 就在你身边的周围 他们就是害我之后就有一口饭吃呗 是这样吗 对 他们就可以拿到维冷费用 就他们一个人可以挣两分钱 就比如说 一个人塞上陷害你了 害了你了 他就可以拿了一份 比如说拿了几万块钱 就比如说北京的习生大妈嘛 习生大妈要检举揭发一个人 国家就能给他一万块钱奖金 明白了吗 他就有可能为这一万块钱的灾当陷害一个好人 明白了吗 他们就像寄生虫一样 中国害人来挣钱 明白了吗 同时啊 在你这件事情上 你跟那个胡晓辉这个行为有点类似 胡晓辉是呢 他进行诈骗集资 诈骗集资他的抵押呀 抵押他怎么抵押呢 他把他的家人亲戚朋友全抵押进去 把人 拿人作为抵押 你生命担保 拿人作为抵押 所以在中国共产党这个 炸贝旁边 炸贝集资的武度 后来你绑架劫持 以你的生命作为抵押 来进行炸贝集资 所以你周围肚军有人寄生虫 而且你们里有的黑五类二十一种人 是政府迫害名单上的人 在名单上的人 同时 他们还使用电磁辐射把握入侵 攻击你的电磁系统 让你呢 去想为什么 实际上会有什么原因嘛 没什么原因 那就是为了偷你的东西 同时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一点 他就像中国对你的电磁产品的破碍 对你的银行财产的盗窃 对你家庭财产的盗窃 来你的财产跟你消耗干净 你达到他们的目的上 从经济上断决 从民众的反对目的 这就是他们的整个反人的对情 我估计啊 我被辐射的这个可能是也有 也存在着美国这一方面的原因 美国黑手党啊什么的 这一方面的原因 听啊 听元湘居士说啊 美国也有那个赵家人嘛 就是说他辐射我 这两方面呢 都有存在 否则的话不会迫害我这么厉害 假如说他们也 假如说他们以 惨无人道的来迫害我 掩盖这个事实来迫害我 把没把这个深层次的矛盾揪出来 来去实现他们的民主 人权大业民主啊 咱就不说人权 根本就是没有人权的 那么他们这一次就像那个 冠状病毒一样是 他们这一次就失败的 知道吗 谁他妈的往头上带关子 刚结也好 结婚的也好 过生日的也好 往头上一带关子就必死无疑 看谁敢带 这就是报应 知道吗 明白了吗 我做人体实验 搞到所谓的科学研究 实际上这根本是法人类的罪行 总公司在美国 分公司在中国 在沙海 在这发改人口 发改人的机关 从经济上断绝 从明治上倒掉 从肉体上消灭 以达到杀人密口 绑架解释人质 无恶不动 那海外亲美的这些人 还要夺取中共的政权 我怎么看不懂了 这是怎么回事 都利用这个贩卖人口 长期的迫害我 来夺取中共的政权 而且老大是美国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他们就分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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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赞分赞就各自检讨了 什么闹民主革命根本就不存在 他们表现长期啊 他们目的中有专业人民事件 杀人灭口 分赞 云管检讨 明白吗 根本就没有什么民运 你说我在香港这个现实的环境 我要怎么样的生存 仅有的积蓄啊 越花越空 越花越空啊 我每天要蒸几个包子 就是我有一顿饭呢 和孩子的一顿饭 就省到这个地步 还开什么信用卡 我用的机会是很少的 取之可数的 发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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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呀 我一旦没有了钱 连装牙的钱都没有了 我满口牙都掉了 都被这些犯罪分子一搞的 眼打瞎了 牙也掉了 身体全部搞 搞完了 完了 他这 之后呢 他再这么搞我 就不停的迫害我 没完没了的迫害 没完没了的迫害 我死都不怕 我也不怕他 我就操死他 叫新冠病毒啊 蒸蒸日上 死少了 知道吗 死少了 死多一点 让他这个马车 叫刹车 对 死刑 反正我是 我眼睛能看见 害我的人 他们 必被癌症死 只不过他们自己 不知道一样 信用田怎么死 你也知道了吧 他们现在为了眼看 把人类罪行 妄图从经济上断绝 从营兵上搞瘦 从肉机上消灭 还是同时 他们想把你驱逼犯罪现场 现在整个罪行已经戒斩 对 防务署也威胁我 要赶我走 上来要收屋 他为什么天天辐射我 就是想给我从 从这赶出去 你没看见吗 那边离婚的呀 那边离婚的主啊 然后有了好工作 离婚的主啊 男主人都是新的了 人家样样都齐全了 下一步就是要赶我走啊 你知道吗 就是要把我 从这里轰出去啊 就这么点事 我他妈的眼睛都瞎了 我出去找工作 我找不到 一旦找着一个工作啊 拼命的收拾我 迫害我 收拾我 迫害我 搞我 然后把我往沟里带 在我不吃情的情况下呀 把我往沟里带 然后再抓着我什么小辫子 然后再抓着我的小辫子 比如说 抓着你有什么不符合法律的情况啊 什么就像郭文贵说的那种什么 什么防术啊 百官行术啊 百官行术啊 他那个威胁不到我 扒光了都是一样 一个个臭逼烂垮子 就包括彭丽媛 包括那个 美国川普他老婆 都是臭逼烂垮子 哪个不喜都是臭的 风干两天都是咸鱼味 妈了个臭逼 他们这帮人啊 是最恶心的 能用这种手段来害我的 来害我的人呢 你想想他的内心是多么的肮脏 这个东西是谁发明的 会这么恶心的去搞一个平民百姓 你说他多恶心呢 这不一般的恶心啊 他们是有特权的 他们的特权就相当于英国女王 驾车不用驾照 杀人也不用负法律责任 英国女王是好多东西都 都法律 他们都在法律之上的 他们他想干什么干什么 想想去辐射谁就辐射谁 你知道吗 他们就是这种人物在上面搞我 没有底线的搞我 他们就是绑架截屈人质 贩卖妇女儿童 提子诈骗 在国家那里 你用你一笔钱 他们想盘住这笔钱 同时因为他是提子诈骗 他想杀人灭口 拿你当提子鬼 明白了吧 因为他提子诈骗 他想杀人灭口 拿你当提子鬼 教会犯罪现场 教会犯罪 人证不证 同时巴弹你在国家那里 这就是他们的根本目的 所以他们从经验断绝 从兵上高招 从热物地上消灭 对你今有 那么不安 明白了吧 操你妈 这么多国家都看着呢 谁能抢到不是自己的钱 他有命 拿到这个钱 他没有命享受 我就告诉你 我也对这一把犯罪分子 就是坚决执行死刑 不管他们是坚决执行死刑 没有命享受 是我的钱给我 我想分给谁就分给谁 你他妈的 你是要迫害我 你抢了别人的东西 抢了别人的东西 然后再去讲什么民主啊 改革啊 去你妈的吧 全是假话 知道吗 他迫害我一天 他们就倒霉一百倍 我就告诉你 我不懂政治 但是我感觉 就是对我的迫害没停过 郭文贵就是说 离开了亲爹 去干爹那里 他就是这么个角色 同时跟共产党勾兑 知道吗 同时跟共产党勾兑 共产党要把 共产党是做小弟的 要把钱交给美国老大 老大说了算 该怎么就怎么 没有你我张扬 你张扬和我西月的份 你们就是该死的命 他们就是玩这个 知道吗 为什么天天捣乱我的网络 他想把我从这个房子赶出去 就这么点事 天天辐射我 天天辐射我 没玩没饶地攻击我 攻击人家大长头 攻击人家 人家的那个 攻击人家的下体 这是一个什么臭流氓 可以干出的事啊 攻击人家大长头啊 攻击人家下体 这是一个什么臭流氓 可以干出的事 你可想而知啊 这不要脸到极点了 脸皮厚到极点了 你说对了 他就是这种人 他骂个臭鼻 忙流的不说吗 断手指头的人呢 断手指头的女人 他连自己手指头都能嘎呀 都能切下来啊 叫他们兄弟哥们 远离这样的女人 其实他这个 他这个翻说话呀 是有别的用意在里头的 他说断手指头的女人呢 都是为情所困 扯他妈鸡巴蛋 谁他妈为爱一个男人 去断自己手指头啊 他妈 有这样傻逼的人吗 我是没见过 你他妈的能断手指头 你就跳海自杀就完了吧 你何必去切手指头 弄得不美观 你直接往海里死了 就完了吧 就解决了就完了吧 喂了个臭鸡巴 值得嘛 所以说这个忙流子啊 怕得罪黑道的一些势力 所以他只能这样说 婉转的这样说 这些断手指头的都是黑社会的 不知道是哪个帮派的 日本不有黑手党 全是断手指头的吗 你知道吗 他们就是一个帮派的 就是说可能这个忙流子啊 他是不反共产党的 不反共产党的呢 他直接可能有机会 跟那个610啊是有关系的 就是在这 在这左右逢源 左右逢源的 在这忽悠啊 同时呢 也天天在这辐射我 没玩没了的辐射我 我的那个银行账号 去医院就诊 所有的东西 全给我搞得乱七八糟 给我封闭起来来骗我 来殴打我 就是利用这种电子的武器来搞你 你懂吗 就是没有证据啊 让你抓不出证据啊 蓝吉英不就这样死了吗 白白活活活白白死了 死的原因人家说了 为国捐躯 玩这个 你叫习近平和川 川普去为国捐躯 他们不干 这次得武汉肺炎 他们都没份 你发现了没有 死的全是老百姓 死的全是这帮狗 汪汪只叫喂了一口饭的 汪汪只叫害我的狗 明白吗 但他要所有疑狗 所有疑狗 所有疑狗 知道吗 也太坏了 他们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吗 我今天在这 这做的直播 我发现发现 我非得 把我所见到 所闻到的讲出来 就是被他们害死 起码这 也是有一笔记录在这的 知道吗 我最后要说的就是说 害你的就是警察 害你的就是中国共产党 知道吗 就是流氓 诈骗 杀人犯 行吗 我说完了 好了 我想起什么再跟你聊 行吗 好嘞 好就这样吧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